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小军台湾plus频道上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吴嘉隆 那我们今天来谈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 就是美国联准会六月利率会议 到底讲了什么 没有讲的又是什么 首先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看点 是六月的利率会议 会给出联准会的经济预测 以及利率点证图 利率点证图就是利率路径的指引 就是对将来利率的预测 简单讲 那美国联准会 一年有开八次会议 所以每一次会议之间的间隔 全年十二月开八次会议 所以平均起来每一次会议的间隔是一个半月 1.5乘以8就12 十二个月 那八次会议 每一次会议差一个半月 那么它的分配是这样 每一季两次 然后四个季就总共八次 那每一季的两次里面 每一季的第三个月 就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的中旬 美东时间的礼拜三 那台北时间就到礼拜四凌晨 利率会议的结论出来 所以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 这个 这四次的利率会议 会提供联准会官员 会提供经济预测 跟利率入境的预测 经济预测讲的是 GDP成长率 然后失业率 然后呢 那个PCE这个物价指数 以及核心的物价指数 这是实体 这是关于经济的这个预测 然后最后再补上 这个 今年年底 未来明年后年等等的 那个利率入境的预测 是这样 那么 每一季还有一次会议 那就是在一月四月 七月九月的月底 有四次会议 这四次会议就没有提供 经济预测 所以呢 三月六月特别重要 还有九月十二月 这四次特别重要 每一季的第三个月的中旬 的这个会议特别重要 会提供这个 经济预测 那这一次 六月利率会议的最大看点 是利率点证图 就是利率的预测 到今年年底为止 降息从原来三月份提供的 是会今年全年会降息三码 然后呢 现在下修为降息一码 这是最大的 那么背景是美国的通膨数据 六月初公布五月份的 五月份的数据 CPI 就是整体CPI 那个降下来 之前3.4% 在之前3.5% 然后3.4% 然后呢 现在降到3.3% 然后这个比预期的低 然后呢 核心的CPI 核心的CPI 之前3.8% 然后3.6% 然后呢 现在降到3.4% 这个也比预期的低 就是CPI的数据 五月份的数据 核心CPI的五月份的数据 两个都下降 而且两个都比预期来的低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金融市场是觉得 降息的期待又升温了 觉得降息的可能性 又比之前来的高了一些 也通膨数据在放慢 这样子 而且比预期来的好 照理说 市场会期待 降息的可能性上升 有些人甚至于认为 第一次降息 可能在那个 九月就会看到 乐观一点的话 是这样子 今年可能会降息两码 而不是一码 至少联准会 结果没想到联准会给出来的指引 是今年降息一码 注意 通膨数据在放慢 而且通膨数据的进展 比预期来得好 就是比预期的低 照理说联准会应该有更多的理由 或者至少口气上 会比较有利于降息的预期 对不对 会让你觉得降息的可能性在上升 对不对 结果不是 恰恰相反 通膨数据在改善 至少变得比较好一点 可是联准会对降息的预期 泼冷水 在降温 这才是这一次六月利率会议最大的看点 你不是整天强调升息是对抗通膨 所以金融市场当然会认为 通膨数据放慢 通膨比预期的好 那么应该会让联准会有理由 或者更多的考思考 是往降息的这个方向 对不对 那没有 为什么 这才是这一次我们要来做评论的地方 那么追本 追究起来 追本溯源 追究起来 联准会的改口风 从原来的鹰派 去年大部分的时间一直到辞月 都一直在强调 就是不排除 进一步升息的可能性 联准会 从那个 就是说连续好几次都没有在 那个升息 利率目前停在 5.25%到5.50%这个区间 不在升息 但是口风没有放松 就是不排除进一步升息 如果有必要的话 还会进一步升息 那实际上 去年9月的时候的利率会议 还预告 到年底 还有两次 11月底跟 11月初跟12月中旬 去年9月之后 还有两次利率会议 预告可能还会再升息一码 结果没有 到了去年12月的时候 不但没有升息一码 而且把口风 就叫论述 或者叫指引 从不排除 进一步升息拿掉 改成内部开始 讨论降息 口风变了 一样说利率不动 但是原来 不排除 进一步升息的可能 现在开始 排除 进一步升息的可能 认为升息循环 已经看到高点 现在开始 讨论的是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 可以降息 这个去年12月 这个论述的转变 来得有点突然 连金融市场 连华尔街都觉得 有点突然 叫做惊喜 结果金融市场 当然看到债券的殖利率下来 价格上涨殖利率下来 然后股市上升 创历史新高 然后金融市场在乐观情绪的感染之下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开始预测或展望 今年全年会降息6码 到了那个1月底 2月初的利率会议上 联准会第一次泼冷水的 就是说 那个降息3码 到了3月还是3码 然后这个 就是从12月的时候 那个到3月份给的那个 点证图是3码 然后到了6月份的时候 给的是1码 然后 现在我们追究起来 就是12月的那一次 其实在我的解读是 对通膨情势 联准会出现误判 他认为通膨在走下降的趋势 而且这个趋势很可能可以延续到 让通膨跌破3%这个重要关卡 像2.5% 2.2% 2.0% 这个 2.0%是目标 对不对 政策目标 向这个目标来推进 所以他认为通膨下降的趋势 这个从之前 2022年6月的9.1% 到2023年去年6月的3.0% 这样的一个下降趋势 连续下降了13个月 联准会认为应该还会持续 结果 整个通膨局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从去年的7月开始 通膨缓弹跟横盘不再下降 简单讲通膨下降的力道已经用完 我们借用股票市场的数字叫利多出进 通膨已经不再下跌 从去年7月开始到今年5月 整整11个月 通膨是横盘 稍微缓弹 基本上在3.1%到3.7%这个区间在横盘 最近是3.5%3.4%3.3%这样子 降不下去 所以联准会在12月的时候 那个转成鸽派是太早 坦白讲这个是有问题 但是联准会从利率决策到 对市场沟通提供利率路径指引 这个都算是联准会的动作或操作 那从政策的操作到产生政策的效果有时差 一般认为是6到9个月 那如果联准会主席鲍尔想影响美国大选的话 美国大选是11月出投票 所以如果你希望在9月10月看到政策的效果 来影响选情的话 那么你算算看 你必须在6到9个月之前采取行动 去年12月就有这样的隐藏性的政治操作的效果 就是联准会突然口风转成鸽派 然后拉动金融行情 然后9个月后到9月10月的时候 就大选前两个月 政策效果会开始出来 有这样的一个弦外之音 然后呢 可是这个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是政治操作 不是经济跟金融的判断 所以我那个时候怀疑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12月的那个突然鹰派转割派这样的论述是一次误判 然后呢 联准会在接下来的3月跟6月果然开始对这个降息的预期颇冷水 原本市场是期待今年全年会降6码 然后联准会先说不行3码 3月份的时候给的利率点证图是3码 然后6月份给的利率点证图剩1码 换句话说联准会知道 让市场有超前的降息期待 这个不太对 要修正 要破冷水 所以背景说明是这样子 然后呢 现在看起来 通膨降不下来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那个 先说一下油价 通膨三个重要变数 油价租金跟工资 工资就是反映服务通膨 服务业的通膨 油价最近从70美元以下 又缓弹到接近90美元 在80美元附近 油价有稍微缓弹 但是呢 租金也在下降中 抵消了这个部分 租金从6%以上 6.2% 6.1% 6.0% 现在降到5.7% 跌破6% 但是呢 目标要到3.5% 或者3.0% 的那个租金增长率 才能够把通膨拉到2% 这个目标 地带 现在 租金的增长率还是偏高 那租金的增长率偏高 当然反映出这个 资产市场 就是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部分降的不如预期 另外一个就是工资 工资反映的是就业市场 不是资产市场 就业市场 那就业市场最近的话 还算强劲 只不过失业率开始有3.9% 稍微上升到4.0% 其实联准会早就认为 失业率要过4.0% 一开始认为预测4.2% 后来有展望到4.6% 甚至于不够的话 可能要过5% 就是失业率要够高 才能够把工资的增长率降下来 工资的增长率降下来 才足以把通膨率拉到3.5% 就是2% 然后目标 工资增长率有一个关键门槛 就是3.5%到4.0% 这个区间 所以工资增长率的关键密码 是要到3.5%以下 3.5%以下 现在在4.1% 就是4%以上的工资增长率 自然而然会推动通膨持续 走高 所以打通膨就最后的最后 一定要打工资增长率 工资增长率 就是在反映就业市场的 那个紧张或者宽松的状况 那么就业市场因为还一直绷紧 所以工资增长率 一直保持在4%以上 那甚至于就是最近出现横盘 工资接近横盘 所以你会发现通膨也在横盘 所以关键的变两个变数 租金跟工资 都不能展现下跌的趋势 虽然还在下跌中没有错 但是这个租金的下跌 就去抵消油价的回升 所以看起来 通膨数据就变成横向盘整 横向整理 跌不下去 因为就业市场也很强劲 那么最近就业市场 偶尔会出现一些比较 比较那个 不太 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的一些那个表现 比如说失业率从3.9升到4.0% 这个很久没很久没有看到 4%的失业率了 因为大部分都是4%以下 3%多了 那么那个直缺的创造 可能也没有原本那么高 那么主动离职率 劳工如果看好就业市场 想换更好的工作 他会主动辞职 这叫离职率 离职率反映出 劳工对就业市场的看法 也有稍微降下来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劳动参与率 就是如果你找不到工作 你退出劳动市场的话 那就不列入失业统计 然后如果你发现就业市场看好 你愿意回来找工作 那就会列入失业统计 所以劳动参与率 这个部分的提高 会变成失业率的上升 如果很多劳工 从离开就业市场 到重返就业市场 重新找工作 这样的话 会增加劳动参与率 以及提高失业率 这是劳动供给的增加 是这样来 那从就业市场的一些分析 看起来 就业市场有稍微 那个那个换缓 就是热度有稍微下降 但是工资增长率 仍然在4%以上 现在目前在4.1% 这样子 所以通膨的展望 并不像联准会去年12月 所展望的那么乐观 所以联准会 在从3月到6月 不断的对金融市场的降息 预期泼冷水 是这样来 然后联准会 这个除了感受到 就是他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对降息的期待在泼冷水 第一个基本原因 当然是通膨降不下去 通膨在横盘 那我把这个东西 这个现象称为通膨长期化 通膨会长期化 这是联准会很担心的事情 所以他现在不敢再让市场 有降息的期待 慢慢的把这个降息的期待收回来 要说不定接下来 如果数据不太有利的话 说不定真的会在论述上 重回鹰派 就是不排除进一步升息的可能性 但是要补充说明一点就是 在总统大选前这几个月 联准会应该不会再有动作 包括有些人认为的 9月可能是第一次升息的时机 为什么 9月离大选太近 联准会不会在大选前做动作 是不想被别人贴标签 认为你在 你是不是在帮助民主党的选情 如果联准会卷入党派政治 介入大选的操作 这样是对货币政策非常不好的 货币政策必须能够超脱于这个美国大选 我这里补充先解释一下 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 官方指这个界定的两个 就是物价稳定跟就业最大化 这大家都知道吧 通膨跟就业这两个 但是其实联准会的政策目标 还有两个 这个没有明讲 但是肯定存在 第三个目标 比这两个目标再高一阶的第三个目标 叫做追求金融稳定 金融稳定的英文叫做Financial Stability 你去查 联准会的各个小组里面 就有一个金融稳定小组 是由联准会副主席来领军的 实时就是经常性的监控 金融领域是不是有这个泡沫化 金融不稳定性等等这些问题 金融稳定小组 然后2017年 那一年又叶伦的最后一年 当时的副主席跟主席 发表演讲的主题题目 都是金融稳定 Financial Stability 那个字眼都出现 金融稳定很重要 所以联准会碰到金融危机的时候 赶快应对金融系统性风险 要排除金融系统性风险 追求金融稳定 这个是联准会没有明讲 但是肯定存在的政策目标 除了这个以外 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 就是不管是民主党总统提名的联准会主席 还是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联准会主席 都会共同承认有这个目标 也追求这个目标 这个目标叫做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央行独立性 这个是夸党派共识 什么意思 政治压力要挡在外面 中央银行要确保保护自己的独立性 不能对政治压力屈服 所以如果美国总统约谈联准会主席 然后出来的话 通常你会听到的就是说 我没有跟他讲什么 我尊重联准会的职权 因为如果美国总统希望联准会宽松 联准会一定紧说 联准会一定向全世界金融市场 发出明确的信号 就是金融政策是我说了算 如果不能抗拒政治压力的话 将来联准会跟市场的沟通 给市场的预测跟指引 会失去效果 为什么 因为金融市场会去问 联准会背后的老大哥到底怎么说 金融市场会花很多精神去华盛顿做游说 游说白宫 游说这个国会 参议院众议院的金融委员会 大家开始这个用政策 用政治来思考 不是用金融来思考 这样的话货币政策没办法运作 所以为了让货币政策能够运作 为了让联准会跟市场的沟通 能够被市场重视认真研究 你看大家每天都在研究联准会的官员 甚至于主席的那个演讲 一字一句的在读 联准会的声明 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在被检验 大家很重视联准会的态度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就是联准会后面没有政治大佬的干预 这样联准会的货币政策才能够运作 所以联准会追求独立性 那他有一个任期保障 就是一旦总统提名 参议院行使同意权之后 他的任期有保障 总统不能随便把联准会的官员换下来 那这里讲一个历史上的故事 就是1978年那个时候 美国第二次十一遇危机前后 美国通货膨胀很高 那个时候的卡特总统 想把当时的联准会主席 叫做乔治米勒 要把他换下来 然后乔治米勒跟现在的联准会主席 恰好一样都是律师出身的主席 而不是总体经济学家出身的主席 所以这个律师出身通常跟企业界比较有关系 通常比较不想升息 不想货币紧缩 希望对企业比较好友善一点 结果呢 就是那个通膨失控 那卡特总统想把这个联准会主席换下来 很有创意发明的一个新招 就是卡特总统提名当时的联准会主席乔治米勒 出任财政部部长 结果这个主席同意了 于是联准会主席这个缺就空出来了 然后卡特赶快提名 这个福尔克来接任主席 就是后来的那个所谓抗通膨的英雄 就是把联邦资金利率升到20%的那个联准会主席 就是福尔克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上台的 他上台之前是纽约的联邦准备营兰总裁 算是联准会的第三号人物 第一号人物主席 第二号人物副主席 第三号人物是纽约联邦准备营兰总裁 因为他执行这个联邦准备理事会的决策 就是联准会的决策 好 那所以讲回来就是联准会的官员 尤其主席 他有任期保障 就是在确保央行的决策有独立性 尽量把政治压力政治干预挡在外面 叫做防火墙 那所以那个 如果有些人认为 这个防火主席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宽松一下 来这个影响美国大选 比如说帮拜登助选 首先 鲍尔是共和党人 他是共和党的总统川普提名的 所以你要让他去支持民主党 这个要先打一个问号 第二个呢 拜登是民主党的总统 他提名共和党人鲍尔做第二任 算是人日益尽 应该不会再让他做第三任 联准会主席通常就是两任 正常情况是两任 一般情况 然后 那个叶伦做得好好的 照理说他应该被当时的总统川普提名连任 做第二任 结果没有 那所以民主党人很不舒服 所以拜登上来之后 继续提名鲍尔做第二任 就是在示范说 联准会主席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 应该让他做两任做八年 所以 民主党的拜登 就继续提名共和党的鲍尔做第二任 可是这样一来的话 人之意尽 下一次的话 如果拜登连任的话 拜登应该不会再提名鲍尔 而是把联准会主席 拿回民主党人的手中 叶伦主席的当时的副主席 叫做布兰纳德 被拜登请去白宫当某一个经济委员会的主任 就是在待命准备回来接 联准会主席 那民主党人有很多 有很多合格的人选想要来接联准会主席 所以拜登如果连任的话 他下一次 他提名的人选 非常大的可能性 不会再考虑鲍尔 而是考虑民主党人自己 那如果川普 从回白宫呢 如果川普赢得大选 那他已经表明他对鲍尔很不满意 因为鲍尔被他提名上任之后 居然连续升息了三次 然后呢 这个川普很不舒服 所以川普已经公开讲 不会再提名鲍尔做第三任 所以鲍尔已经心知肚明 他就是两任任期 然后不会有第三任 所以呢 他现在是专心做好 他的联准会主席的工作 而不至于去试图要影响 操作这个美国大选 那可是问题就出来说 这个去年12月 他等于这个悄悄地试图 这个在美国大选前 看看可不可以造成一些政策上的效果 去年12月改口风 应该继续讲不排除进一步升息 一直到通膨数据 明显的跌破3%到2.5% 这样的情况下 你来说 这个放慢这个通膨数据 然后呢 这个调整你的论述 会比较有道理 有正当性 结果他超前 让华尔街都觉得意外 因为12月初的时候 他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学校演讲的时候 一个学院演讲的时候 还在讲不排除进一步升息 结果两个礼拜后马上改口 这个坦白讲有点超前 现在他利用今年的3月跟6月 去修正这个对利率的态度 就是说 19个官员所提出来的利率点证图 对今年年底的时候的利率展望 利率预测 那个中位数 就是有人高有人低 看中位数 那么看起来今年 从3月的指引是降息3码 变成6月的指引是降息1码 所以联准会官员知道 要赶快对降息的期待颇能水 因为现在看起来通膨跌不下去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我们要讲下一个可能性 就是要预防资产泡沫的卷土重来 资产泡沫的卷土重来 很简单 美国三大股市指数都在创历史新高 或者在高档附近 请问股市在这么火热 联准会有降息的理由吗 你有看过股市在飙的时候 联准会还降息来刺激股市的吗 有这样的货币政策吗 你自己想一想 现在美国股市在冲高的结果 会让投资人乐观情绪变强 会产生所谓的财富效应 就是我的财富水平上升的话 会让我增加消费的欲望 让我更多的来做一些消费 这叫财富效应 然后财富效应会推升总需求 会推升通膨的压力 通膨的力道会被推高 所以联准会看到 股市在走高的情况下 有了财富效应 有了总需求的走高推升 这样通膨根本降不下去 简单讲 如果要打通膨 就要让总需求降温 总需求有两个效果 一个是所得效果 一个财富效应 所得效应就是 我的所得就业增加以后 我比较乐观 我增加销费 这是所得的角度 另外一个是财富的角度 如果我手上的资产增值了 我手上的财富变好了变高了 那我会增加消费 这叫财富效应 那么过去这二十年来 基本上影响消费的 美国的经济里面 百分之七十是消费 或者更高 影响消费的以前是所得 现在看起来是财富效应 所以美国股市走高的结果 当然会支撑财富效应跟总需求 反过来讲 当你要打通膨 就要为总需求降温 就要把财富效应拉下来 所以简单讲 打通膨打到最后 一定要把股市打下来一些 股市如果不打下来一些 财富效应如果不削弱一些 怎么对抗通膨 所以美国股市一直走高的结果 通膨会一直撑住 因为财富效应 会把总需求撑住 通膨会降不下去 如果联准会本来期待 叫做软着陆 就是说不用实体经济有衰退 失业率有大幅上升 就能把通膨打下来 那其中也当然包括说 这个资产面 资产市场 股市跟房地产 不要一直增温 能够降下来 然后呢 帮通膨数据能够降下来 刚才提到 租金跟工资 特别是租金的部分 然后现在看起来 美国三大股市 都在创历史新高的情况下 基本上 总需求 没有办法彻底降温 更何况 财政是在刺激 然后你货币在收缩 所以货币的紧缩 必须紧缩的够强大 足以抵消财政的宽松 才会产生真正的 总需求的这个降温 然后通膨会降温 将来 所以如果 股市在创新高的情况下 联准会根本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 去降息 反过来讲 升息的可能性更高 我认为 如果美国股市这样 继续走高 科技股带动 也就是AI的浪潮 带动科技股 带动全职股 带动三大指数 走高的话 通膨降不下来 再来 就业市场如果一直强劲 把工资增长率 撑在4%以上的话 通膨降不下来 所以打通膨两个关键 你要看到通膨数据 真的跌破3% 向2%推进的话 关键的两个观察指标 第一个 就业市场的工资增长率 要跌破4% 跌破3.5% 3.5以下 因为3.5到4.0这个区间 是关键 要跌破这个区间 就是干脆讲3.5%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股市 股市要拉回 不要再一直走高 股市拉回 回到让大家觉得财富效应收缩了 就是口袋里没那么有钱了 那么 意大利面少吃一碗 还是包包少买一个 等等 就是开始透过财富效应 负责财富效应 来收缩总需求 来为总需求降温 这样才能够真正把通膨拉下来 所以联准会非常 就有这可能性 被迫回到升息的路径 升息以后 让股市下跌 让总需求降温 让职缺的创造降温 让工资的增长降温 让整个通膨才会降下来 这是基本面 所以分析一下六月利率会议的意思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看出来 蓬蓬有长期化的风险 第二点资产泡沫 尤其现在讲的是股市泡沫 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债券也是泡沫 包括现在重点是股市在创历史新高 那么资产泡沫 有可能卷土重来这件事情 也是联准会担心的事情 如果资产泡沫继续吹 那么甚至于越吹越大 三大股市指数都在创历史新高 不断的在创历史新高 这样的话坦白讲很危险 联准会如果意识到这个风险 随后他会开始首先改口风 就是承认通膨数据降不下去 对通膨数据持续走低的信心下降 然后开始回到比较鹰派的论述 最后干脆讲出来 如果通膨降不下去的话 不排除进一步升息的可能性 来阻止通膨的长期化 通膨长期化的一个背后两个重要原因 就业市场跟资产市场 也就是以现在来讲就是股市 如果股市一直飙高 然后就业市场一直崩得很紧 工资增长率在4%以上 这样子没办法打下通膨的 通膨没办法解决 这是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一个认识 对基本面的认识 好 以上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